柯文哲跟支持者舉雙手高喊柯總統 柯主席在年禍大街發春聯意外插曲 似乎讓柯文哲雀躍不已 但是黨內問題還沒解 尤其新駐市長高鴻安 被說跟柯文哲漸行漸遠 柯文哲這句話脫口說出被解讀 是衝著高鴻安來 說自己是被動才說出來 話語中卻明顯透露 兩人信任度早有問題 怎麼會出現嫌隙 據瞭解大選當時柯主席要候選人自備 糧草 讓高鴻安手臂插著點滴針頭 都要尋求薛明智協助 薛明智其實在新竹地區 除了一般人認為 他是科技圈人脈之外 坦白說薛明智在地方上 還有其他的這個金主人派的關係 所以他當然會幫高鴻安介紹其他的 可以提供政治現金的金主 莫非高鴻安跟薛明智互動交情 勝過自家黨主席 讓柯文哲不是職位 再加上高鴻安從參選後 柯文哲就派了謝伯鴻 一路浮選到接任新竹市行政處長 黨內就傳出根本是監軍 連謝伯鴻爆出婚外情 也被說不單純 柯主席來講 他想要有一個監軍在這個高鴻 身邊 可是從高鴻安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需要一個監軍在身邊呢 公開說要選2024年總統的柯文哲 和民眾黨唯一一席縣市長的高鴻安 本來應該是相輔相成 但是黨主席的話中有話 也讓兩人互動的微妙變化 成了外界關注話題 3075文哲宣誠豪台北超島